昨天我问你这个算不算是冬奥概念呢? 就是电视台股 因为其实今年香港政府 第一次用公币买了奥运电视转播权 给了电视台 所以看到他们很积极制作奥运相关节目 今天也看到有些宣传活动 刚才我们看过 有些人气组合出来宣传 可以说到近期视频的势势都好像很厉害 之前那个众艺节目开始跑出 现在连电视剧集都入屋 大叔的爱很热烈 其实看到TVB电视广播 都要变震 很少要这样大变震节目去变震去迎战 这样之下整个气氛好像 电影那边开始是否越来越厉害呢? 其实你看看那个视频 那个占比 就是占电影的收入其实有谋很多 究竟现在所说的电视大战的视频 就好像那个势开始上升的时候 有时候癫痒 究竟炒不炒得起呢? 我觉得当然电视那边就真的竞争很激烈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大家都不断有不同的节目 不同一些新的所谓的组合出来 令到不断抢很多的广告 或者是一些收视等等 竞争是剧烈的 但是如果你拉回到股份层面上看 其实都同意你说 例如以ViuTV为例 在电影里面暂时占比又不是100%那么多 电影里面总有其他很多不同的业务在这里 除了你说Viu这边之外 它也有OTT这些业务 有其他的电讯类别的业务也有 所以其实不是单一业务去看这只股份 而且始终电影 我觉得在股票角度来计算 大家不断反而会用来一个 比较稳定收息的策略为主 所以短期来说 没有因为有这些人气组合 或者是一些很爆的节目 而令到股价有一个很大的上升 又未必是 所以我觉得回到的都是长线收息 其实我可以的 因为电影收息的话 因为它的息息是挺吸引的 还有我想一个好处 其实它就是 前年都卖走了NOW TV 卖了给623 所以对它的盈利的稳定性会比较好 因为NOW TV这些收费电视 其实不是说NOW TV不好 收费电视一向的角度 就是盈利波动会比较大 大家有时都知道 譬如只是拿一两届的英超 反而是会亏钱的 所以会有这个影响在 所以我觉得反而没有了 对电影的稳定性会增加一点 所以如果说课中上升收息 其实我觉得电影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选择 如果说511 会不会大家看 这个势力是否好像在离开 股价都反映出来了 这些股票会不会越来越残忍 还是反而有机会博下低位呢 暂时这股票就会一般般 因为当然我自己也不是只看 哪个电视台受不受欢迎的因素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考虑的地方 因为都会显示了广告那些收益有多少 这方面的角度来说 如果从这些股票的角度来说 电影的好处是有食售 但是511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这样去选择的话 其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去选择511 而且至少你以走势到多少 一来无食售 二来股价走势其实都很弱下的 长期都是一个倒转下限的格局 即使你看到昨天有些反弹 其实连条10天线都是暂时未收复到的 比市价要弱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就未必有太大的一个上网空间 我觉得如果你说在股份角度来说 考虑收不收这些因素 都是8号车会比较好一点